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民国94年还是96年 原来的修更补贴是公务预算 在那个时候把它移到收进货资金 我是说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就已经有意的把它编列成负的吗 没有 就用完了 那表示你的这个计划有问题 你现在办103年 我说103年的时候又编回正的 会不会到明年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又变成负的 会不会 我想这个 因为那个1000亿已经被你们用光了 对对对 不是我 不是你啦 你们的农委会的过去 过去一直以来把1000亿都花光了 这是一个不对的预算 本席在第五届的时候就已经抗议 但是没有办法 很多委员都有指教 所以我现在说你这个预算编列 不太像是一开始编列就是负的 余额是负的吧 但是你现在已经用到负的表示你的这个整个执行有问题啊 是有问题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要送监察院吗 因为这个部分是整个主计 整个会计编列的问题啦 你可不可以写个说明给本席好不好 好 原因在哪里 因为下面一个问题马上来了 刚刚也有委员稍微听到了 像参加TPP 美国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完成TPP的整个协商 然后美国的在台协会的官员也曾经告知我 说他的协商完成以后 我们要不要加入 是把协商内容给我们看 你再决定 所以明年开始很可能我们就可以看到协商内容 而TPP里面有个重点 它的高品质的一个贸易协议 那里面有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对各地的农产农产品的开放 零关税 对不对 这个开放本身它势必会对台湾 如果我们要加入对台湾也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的进口损害赔偿基金管理的这么糟糕 然后到现在还是富的时候 我当然需要了解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很用心的去考虑 不管是TPP也好 RCEP也好 或者跟中国大陆的其他的贸易协议也好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势必农民的权益 怎么去保障 你农委会有很大的责任 是 谢谢委员的 所以我今天 我们亲民党反对福贸协议 不是反对福贸协议本身 国家的开放政策是必然的 这是台湾唯一要走的路 我们反对 我们担心应该这样讲 我们担心今天是一个政府的无能 导致了一个良善的政策 会让人民受到很大的伤害 也就是那个transition 转移转 这个叫做转制的成本 或者是调整的成本 你的adjustment cost 如果你政府没有好好地去管理 这个调整成本的时候 那整个国家破产 这个完全同意 我希望你在这个方面赶紧去 花多一点功夫在这上面 好吗 好 好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过去 这一两年来 我们也曾经跟有些团体接触 他们特别关心养鸡的人道的一种 一种一种所谓的养殖 养鸡 那么养鸡特别 除了这个人道以外 它的产品本身的标示 必须要分级分清楚 要非常地清楚地标示 但是目前来看 养殖不符合人道 标示不清楚 导致鱼目混出市场上完全一片混乱 要重新建立市场的秩序 其实没有那么像委员讲的说 都是混乱 我是说你没有办法 让他产品的差异化出来 有些人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养 花了很高的成本养殖 结果他被一个不肖的厂商 就跟混迷一样 他随便弄一个假的一个标签 就把他整个混摇掉了 农委会在这方面 有没有一个比较更好的 更明确的政策 对于基农的管理 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 在五月的时候 把我们国产的这一个土鸡 进传统市场里面进载活情 这是第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 现在的土鸡的价格 它就非常稳定的 让农民有利 让消费者有一个安全的 这一个卫生检查的可以来购买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 让它的标准国际化 因为刚刚讲那个 transition的这个cost 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拒绝国际化 拒绝国际化 你在国内里面 你就制成一套体系 等到你要开放的时候 你这个是很脆弱 我同意 我同意 所以你要接轨嘛 我现在刚刚讲这样 但你刚刚讲的是肉鸡 要国际接轨 我讲的是蛋鸡 我们也要国际接轨 你要有没有一个政策 真正去思考 如何让这些蛋本身 它的产品的差异化 能够明确的表示 有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蛋这个产品 我在今年年底以前 我要把从塑胶蛋箱 转成纸箱 为什么 你今天那么长久以来 消费者去买这个塑胶蛋箱 塑胶蛋箱又拿回机场去 这个疾病的传染是 这个很好 这是从技术观点 我强调的是 它生产的一个分级成本 它要反映成本 对 它可能是完全放牧的 对不对 它也可能是 集约式的养殖的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你应该多多听听看 民间的这些团体 他们很认真的在做 好不好 有 是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吗 那下面还有个问题 其实蛮严肃的 是农产品加工的问题 农产品加工 你今天的这个 米的分级 分装 这个是一个加工 可是我们有更多的农产品啊 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里面 它直接到市场中间就很短的一个距离就加工 然后它有很多的添加物 可能会 我说说 有可能会有一些添加物进来 对不对 它在生产嘛 它生产的时候 它为了要保持它的新鲜 这个鲜度啦 或者保持它的色泽啦 等等 它可能会有一些添加物上来 我们对于农民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管理 生产的过程啊 有没有做过适当的一个管理 或者是辅导 我想农民从生产用药 不管是这个作物或者是动物 它的用药都一定要受到规范 那个是在生产 对 田间管理 对不对 收获以后 收获以后开始加工管理 我知道委员在讲的 就是说像那个水产啊 它加上一些让它保鲜啊 这些东西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能也是一般的植物性的东西 它也可以要需要做一些调整 不是吗 植物性的东西比较少 没有 几乎没有 它做一些蔬菜啦 什么等等啊 酱菜那个是已经走到加工了 我历史说 这个就加工 所以我说农民加工 我说加工层次 对加工层次 这个部分会规范 但是它是在农民本身的家中就开始进行的 对对对 有没有做 现在我们产销班 或者是农民团体 我们都有一定的规范跟一定的设施 我们时间很短 我这边也善意的提醒这个主委 这一块 要忘掉 以前的农委会叫什么 农副会 农副会 它以前有什么组织 事件会 对不对 还有农会系统 对不对 应该 你要把农会系统真正好好去转移他们的角色了 有 农会真的要复苏啦 有 你农村的复兴要靠农会的复苏 真正做好田间管理 到农产品的加工的层次 是 你不能只能是做 只能做运销 你不能只做金融啊 对不对 对 你那个真正的本业 军子物本啊 农业推广这个部分 要改 要增加一些辅导的工作 让他们真正让产品安全 有 有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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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